农村小伙去4S店看车 他身上穿的衣服后 他们都纷纷没有招待他 而且对小伙说的话 也没有一句好话 都在说他图老帽 买不起 这让这个小伙很生气 心想要做点什么让他们后悔 第二天 小伙子竟然开了一个货车来了 但是当工作人员 看到货车里面装的东西时 瞬间长大了嘴 却又欲哭无泪 很后悔自己的行为 原来这个小伙拉了一火车的硬币 过来全垮买车的 在看到员工的表情后 男子突然变得更加轻松 坐在一边看着这群销售人员数钱 其他人起初还纳闷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但是知道为什么男人这么做时 他们纷纷为男子的智慧点赞 都表示对待这种以貌取人的销售员 就得给他们一点教训 各位看官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欢迎留言讨论 祝文章内容已证实 图片来自